动作面板介绍 在动作面板底下会有个资料夹符号 这叫做新增动作资料夹 它里面可以记录很多个步骤 那我们先取一个名称 假设我们要做第一个最简单的影像调整 确定 在影像调整之后 我们要再新增第二个动作图层 当我们按下动作图层之后 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假设我要做影像的缩放 按 统一色调 完成之后 当我们按下记录这一颗按钮之后 画面上就会呈现记录的状态 接着我们在执行任何指令时 它都会被记录进来 以这个为法例来说 当我开启旧档时 它会记录着开启旧档 那我们去利用影像尺寸 来做调整的话呢 影像尺寸也会被记录进来 那它只有在缩放画面时 不会被记录到步骤范围内 所以接着我们再搭配 调整或套用图层找到色相饱和度 我们去把上色打勾 让它变成纯色的色调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另存型档的动作了 存档 确定 储存完成之后 再按下停止记录 那整个流程 就像这样子 一样的那些 在这种方法里面 就可以回顾到